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 有机会一定要送孩子参加 艺术教育 艺术学习 不是要成为艺术家 刚刚说过了 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里边 在老师的引导下 他们在买一场人生的游戏 而小孩进入这个游戏的现场 是人生发展的重大准备 比大家讲得好 他跟别人交往 他通过一个白纸上的这种涂抹 以及老师给出了有意的题目 来做这样的想象 是一种推动自己思维发展的重要机会 所以所有人在 听到我讲过这个问题的时候 孩子还应该学画画吗 我说当然应该 不是要学去做艺术家 而是要学习一种修行 以及小孩从小要在一个好的环境中 通过一个开放的游戏 学习一种开放的性格 和一种自由奔放的思维习惯 这样对他未来的成长 才会产生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 而且有很多重要的大人物 到了晚年又开始画画了 眼前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你们知道是谁吗 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 他是个画家 他画了很多领导人的肖像 而且画的还不错 当然了 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后来也画画 也画得不错 这个人就是英国首相邱杰 没想到他的敌人 他的对手 那个可怕的恶魔 希特勒 也是个年轻时候画画的人 可惜考了三年 维也纳美术学校都没有办法录取 所以二战以后 维也纳美术学校的那些老教授们说 哎呀 如果当时录取的 希特勒 也许德国就不会出现 纳粹主义的可怕运动 不知道 王晓黎 我讲讲这个故事 1975年5月 王晓黎出生在广西 当时非常有名 我这个年龄的人 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而且这个问题就画得好 你看 他怎么会比克林的差呢 虽然后面有陈震之导 中国到今天还在这样 大概在两年前三年前 广东美术馆做了一个两岁儿童的画 当然了 制作也能够做这个画是有背景的 也是水泊画的 画的也是天花蛋最后画的也是很精彩 然后当时的馆长说 我朋友要我去看 不做不可 不仅不看我还写了一本书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小心天才的陨落 因为没有天才 小孩画画很好 画得很好 小孩有很多积极的表现 我们鼓励小孩参加各种艺术活动 参加美术训练 参加各种各样的训练 参加社会活动 但是 我们要发展另外一个倾向 不要过早的把孩子看成是天才 这对孩子是一个重大打击 我非常非常反对 中国的很多家长 不切实际的望之成风 望月成风的奇怪念 孩子要自己成长 孩子有自己的命 我们给他一个恰当的条件就行了 当孩子表现很优秀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天才 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 恢复高考的时候作为一个实验 中国科技大 曾经招过少年班 十二三十三岁 十二岁 十三岁 大概最小是十四岁 读大学 天才班 对不对 今天有人统计了 没有一个成才 反正有好多悲剧 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询看 这个 叫王亚黎的画家 你看1979年年年仅四岁的王亚黎 在刘海苏等帮助下 在互举办第一次各展 大火成功 1989年十四岁 他先后在北京 上海 广州 西南 长州 扬州 等地和日本 新加坡 美国举办个人展览 二十四次 在日本还享受到 与日本天皇作品 同等的待遇 被日本认为 东方的毕大所 美国国立博物馆 打破冲步办 冲步办 在世画家 画展的官吏 为他举办特展 当时中国全力推他 多莫的天才 对不对 的确很天才 当时中国对外出 金出口投诉公司出了数 你看他画了画了 是很精彩 的确是 哎油票 你看 出了油票了吗 你看 这是比他齐白手 齐白手不比他 可能也不比他好多赏 是吧 感觉好像他更过瘾 他更天真浪漫 但是他不见 我刚才说过了 后来有一个美国的 一个教育家 一个心理学家 学者 很好奇把他带到美国去 然后他笑声 因为 教化化的老师 非常明白 孩子在 某个时期 大概在12岁 13岁 跟皮特杰 所说的那个 研究是有关系的 会非常讨厌 这种所谓的制作 会话是分开的 很多人跟我反驳说 杨老师说的不对 皮特索就是个天才 于是拿出他15岁的画 给我看 我说皮特索 15岁画的油画 告诉我 他真的是个天才 但是这是成年人的 写实油画 现在还有一个 中大的教授 还登的这个画出来 还拷问 谁的画知道吗 我一看 我说皮特索 他就问 他不说话 因为皮特索在 你们可能没看过 皮特索在 15岁画的几张油画 你看了之后 不得不说皮特索是天才 但不是这样的话 皮特索如果童年 如果那个时候 皮特索画的是这样的话 他不会成为画家 因为到了15岁左右 画不出来了 已经没有兴趣 而这个是 这个是多年训练的结果 比齐白师 50岁到北京 孤苦伶仃 受到了一个叫 陈恒雀的画家的提拔 可惜陈恒雀 过早死掉了 死之后就是死掉了 否则 哪有齐白师的位置 湖南 木匠出称的 齐白师 在北京苦苦挣扎 晚年变法 一直画到晚年 终于变成这样的画 50年代我们全面学苏联 苏联的专业油画进入中国 在中国油画界出现一个油画专业主义的浪场 苏联的那些油画家也非常得意地到中国来 指导中国的画家画画 但是有几个著名画家 他们看到齐白师的画 又大吃一鸡 你们干嘛还到我们来学油画 这么精彩的画 太精彩了 所以 起码是1957年 还是56年 我忘了 被授予人民画家的称号 当然 这里边还有很多故事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奇迹画家 是广东的 广东叛英文官代 我非常喜欢他的画 他是三十年代在日本学习现代艺术 后来画水墨画 画古典戏剧提成 有很多人学他 学他 学一个死一个 他的画真的是自作 非常非常难 我也尝试过学他 不行 学不了 真的学不了 人家的字都学不了 这个官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 但是他也是在中年以后 中年以后经过努力 像前面所说的 比如克力那样 经过一番脱胎换骨 才回到这个境界 回到这个境界 这个是儿童话 这个儿童话 年龄不会太小啊 几岁 应该不会太小 我这个美德没起 这个是儿童话 继续给大家举出这些例子 这个 这个段建宇是我师妹 广州美业油画系毕业 本格研究生 但你们想着他的画 化成这样 他的画在欧洲非常好市场 而且 真的很有意思 一个女画家 这个画成这样的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像官僚一样 也是学不了 最后一个画家是五亿 中安美院幼画系的教授 他是我在中国做 九十年代做专业杂志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画家 他现在非常有名 但是他的画就是在追求一种 至少追求一种少年趣味 他画的都是跟那少年有关系的感觉 铁道游记队 你看 这铁道游记队 我看了都很熟悉 因为他比我还小一点 但是 他能够把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画成画 非常不容易 他也在追求一种 所谓的天真 你看 开会是这样子 非常精彩 这个五亿 那么 今天 我就以这样的一些例子 来告诉大家听 其实结论很简单 第一 没有天才的文化家 不要拔秒助长 第二 小孩有机会 应该学习艺术 这对他的一身修行很重要 主要是要培养一种 自由奔放的想象 和一种 看守的精神 第三 二十世纪 现象主义艺术运动 造就了一种新的趣味 像前言所说的 这个裂兵的那种肖像 非常优秀 非常精彩 那是十九世纪的趣味 人们开始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 重新去看待儿童的表达 因为儿童没有经过成人社会的熏陶 或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成人社会的规训 他们保留的某种 在成人社会看来是 是错误的状态 而这个状态是被我们看中 这是我们人类的进步 我必须这样说是这个进步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更多元的眼光去回望 来回顾自己的成长 包括所有的成年人都应该学习一种反思的能力 在我们的成长的今天 我们究竟是更开放还是更保守 如果不自觉地来反省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行动其实是会不自觉地变成保守 然后我们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重新来看这些话 这不是不仅是儿童的话 看这些话或者看这种潮流 看这样的一些现象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的契机 这是最重要的 他不仅是对儿童 对成年人也是最重要的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时候问题可以向我提出来 谢谢大家 不一定 所以我做了好多逼迹 是吧 谢谢大家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儿童教育或者儿童化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有兴趣关于两代人的问题我都可以谈 都很有意思的看 对对对对 我在温哥马听了杨老师有大概三次讲座 两次是线下的 这次线上的我觉得特别好 可以非常专注的 然后一边欣赏您这边的这个 这个做的这些图片 然后一边听您的讲 我觉得比线下的那个效果还要好 谢谢谢谢 希望有机会的话多做一些线上的讲座 看来远程成为习惯了 对对对以后您要是回到国内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线上的讲座 这样我们文工华的这些家长朋友甚至孩子 我今天在想我们应该多邀请一些学生来听 其实 对啊 没有请 要请家长 因为看了您的主题 所以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您具体会讲些什么 但是今天听下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 谢谢 其实不是在讲具体的要怎么去看孩子的儿童话 这个列举了几位艺术大师的这个 他们的这些作品风格 以及他们的这些趣闻有趣的故事 真的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是我觉得给大家应该是都有很多的启发 谢谢 对 在想到这个初心是什么 包括用艺术教育嘛 尤其是在儿童艺术教育这一块 怎么样去保持这份初心 怎么样去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 对 我觉得都是也是给我自己上很好的一课 谢谢 大家这边有什么问题 现在跨起来 可以 在这边应该是有 我看看 至少屏幕有一个好处 不会传染疫情 很卫生也很健康 这里有一个问题 杨老师讲的太棒了 现在国内家长会对儿童话 以相不相为评判 请问欧美家长怎么看儿童话 欧美家庭对绘画的理解 比国内的这些家庭的差距是在哪里 严格来讲 这个问题可能我还不能完全回答 因为我不了解欧美家长的状态 但以我在温哥华的观感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北美或者温哥华教育是个鼓励式教育 我们出去写生 那个时候我在温哥华 带孩子出去写生 或者我自己出去写生 孩子出去写生 你发现没有那些本地人 在经过看话的时候 他们总是做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 How beautiful So smart 当我以前少年时代去在中国 在开始学画画的时候 我就召了老师开始拜师学画 我们老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想学画画画吗 你脸皮够不够厚啊 我说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画得不好啊 别人说你了呢 你要很长时间被别人羞辱了 你脸皮厚着那种学 你脸皮厚着那种学 我脸皮厚 后来果然他讲的是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高中 从我一帮朋友啊出去画画到路湖啊 当时还是很野性的路湖去写生 那些后面人看了是这样看的 不是很像的话呢 哇那也是很难看的 哎呦 几乎没有言语说好 这也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其实我虽然不能回答欧美或者西方 或者加拿大的家长们 这个西人们怎么看他们孩子的好 但是其实有一条 如果我们保留保持一个自由的心态 或者说我们尊重孩子成长的独立权利 我想大概不会冲到哪里去 哪怕他自己对艺术可能不是很了解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 谢谢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 杨老师讲得太好了 请问您对尽早让孩子学画画 对家长有什么建议吗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其实小孩我自己的经历 我教过两岁的孩子画画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那时候 我99年来温哥华待了好几年 其实自己也在教画画的时候 出现一个奇迹 让我夫人觉得好奇怪 就是绝大部分的两岁三岁小孩 上两次以后 继续来的时候 家长会对我说 杨老师是他们要来的 都不是我要来的 他们自己吵了一到那个时间 他会过来玩 因为我在营造一个游戏气氛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其实有可能的话 两岁三岁都可以考虑 带孩子出来 就是玩嘛 然后这个氛围 有孩子在一起交流 只要这个课程或者家长 不要对孩子造成太大压力 我觉得就很好了 另外一个我也提醒家长 因为中国 其实西方人可能也有一个看法 我不知道 但是就说 我说今天一个什么看法呢 当你付了钱 付出了时间 把孩子带去学校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太功利的想法 就像学音语 钢琴一样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我告诉你们 音乐钢琴考级 是个商业套路 千万不要有什么想法呢 哎呀我孩子三岁 我到这个学校学 学了两年 好像也没什么长进嘛 都在脱了 都在抹去了 我欠白花干嘛呢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孩子在这个环境中 得到一种修行 或者孩子在那里得到一种交流 得到一种更开放的一种状态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千万不要以一个孩子的话 是否所谓的可以衡量的进步 作为一个唯一标准 这个恰恰是要警惕的 谢谢 那杨教授的讲座非常好 让我想起了 上面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杨老师 怎样选择化化机构 哎呦 这问题我回答不了 因为我不了解 这个加拿大的化化机构 当然我选择麦给这个机构 希望你们都选择他的机构 因为我这也给他讲座嘛 我这也给他做广告 但是我想他那么亲我做这个讲座 而且 这个私下我们沟通之后 也认同我这个想法的话 我想 他已经具备这样的好处了 就是 至少 至少对于不同年龄的小孩 要有不同年龄的一个方式 对待他们 尊重他们 好 谢谢杨老师 那杨教授的讲座非常好 让我想起了日本专家 鸟岛哨的培养孩子 从广化开始 我看过那本书 里面有很多对孩子儿童话的探讨 我自己从孩子四岁开始 送去当地西人的机构学画画 发现他们都很随意 孩子的色彩用得很棒 但是线条就见仁见智了 我自己小时候也学过两年画 也觉得素描这些很难 我的孩子已经六岁了 还是继续让他这样天马行空 不着调的画 不局限于素描或者色彩 只要他愿意画 就让他画吗 第一我们要定义什么叫素描 如果你把素描定义为画石膏 画水果 画瓶子 画罐子 六岁孩子不可能画这些 不可能 这个心理学已经是说明了 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 皮亚杰说12岁左右发生变化 一个小孩 我估计 我不是心理学 所以我原谅法做出更准确的数据 但我估计起码要8岁 甚至9岁 按道理一样是10岁 甚至11岁以后 他才有一个写实的诉求 而我们太狭隘的理解素描了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够 要求孩子在6岁 发出比较像样的水果 或者比较像样的疗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不要表面上看孩子在乱脱乱抹 就是浪费时间 不是的 其实我认为恰恰相反 要持之以恒 其实这个 有经验的老师在持续的引导孩子 一些东西 我可以讲一个简单的一个 也不是理的 也是实际经验 其实小孩 涂抹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一个事情 孩子进去学校画 2岁3岁5岁6岁7岁 其实就是学几个事情 第一个 要把纸上的形象画大 所有小孩画猫画狗画得很小 如果没有教的话 你们可以检查一下 一定的 孩子是对的 因为猫狗就是小 那你要把它画大 第二个 一定要让孩子把一张纸涂满 几乎所有小孩没有耐心把纸涂满 画两笔以后把它扔掉 孩子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把他想表达的表达出来 这个时候 家长要适度的命令 要让孩子说不要换纸 就在纸上画 换满 一个画的大 一个要画的满 然后呢 要学会 越来越丰富的 这些 封闭的形 六岁 七岁 如果有一个教程的话 就可以开始考虑让他们学会画 我们通俗讲叫遮挡关系 前后遮挡关系 前后遮挡关系 你发现这是不容易的 对于小孩来讲 对于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孩 他要前面画着猫可以 然后你告诉他后面还有个猫 躲在后面 只看到一部分 他就画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艺术史 古希腊 古埃及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知道吗 这个马 两个马在奔跑 我们平面看过去 一个马 挡住另外一个马 古埃及人就把后面被打住的马 画在上面 撕裂朝天 说明 这种遮挡 也是要 不断的作为一个作业 让他们慢慢学会 慢慢学会 还是有一些步骤的 虽然我不了解这个家长所说的这个问题 但是 千万不要 如果自己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话 千万不要 要孩子去数秒 所谓数秒 我一听这个词就有点 有点寒颤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 我家小孩三岁多 是鼓励他自己 无规则的在白纸上乱画 还是在一些动物线条里面 学涂色呢 需要家长什么样的引导 从孩子简易来讲是涂色 现在幼儿园也整天用这种方式来讲 那孩子涂色 有些现成的童汉 那孩子涂颜色 这也可以 但是 如果是要让这样的年龄的孩子学画画 我恰恰认为 首先 不应该在现成字上涂颜色 刚刚已经说过了 一个画的大 一个画的满 那么 要用简单的形来画 而且要不当高手孩子听 你要提供一些简单的形 让孩子学会用制作的线条 学会画封闭的形 这个可能更有一点主动性 这个更有主动性 就是说 甜颜色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计划 幼儿园常常做的 是因为老师 他本身不是叫着喊着他 反正还有完就行了嘛 对不对 难一点的一定 并不是甜颜色 而是说在纸上 画出一个最简单的鱼啊 什么东西啊 是吧 开始制作也没问题 这个时候老师主张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仅仅靠家长一个人 这个压力可能会不太容易打倒 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学校去 几个人一起 然后 要学会 每天就学会的 把这些形犯犯犯的勾出来 不准也没问题 千万不要画准 千万不要画像 这个 这个从 从这个程度上来讲 自己画一个形 哪怕是很自着的 然后在天颜色 要比在县城的形上面 天颜色 肯定要难的 至于说小孩 我刚刚说过的 小孩都有涂抹的这种阶段 他的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扔 把纸扔掉 把纸扔掉就画得不下 但是没有 很少人去扔那个 天颜色的画 这因为天颜色的画 已经画好了 所以我这个画面没有做 专门研究 但是我自己 不认为在一个县城的形上面 孩子天颜色 是一个更有益的学习 谢谢 你好 杨老师 我很认同您所说的 要保护儿童的 初始 是纯粹纯真的创作天性 那您觉得强调 基本功的绘画训练 适合小龄孩子吗 从几岁开始 应该着重 基本基法的训练呢 前面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我一听到基本功 跟听到素描一样 比较发抖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 怎么样你才形容基本功这个概念 而且皮亚杰在这个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已经说了 12岁左右 有儿童会发生一个 割白临时的革命 就是说他开始掌握一种抽象的 一种思维的力量 所以你发现没有 在北美的学校 一般到十年级 甚至九年级到十年级 他们才开始学比较难的数学 到了十年级 十一年级 我二者就这个例子 十一年级以后 诶 书学头脑就成长了 同样 所谓的基本功 跟这个年龄有关系 我不太主张 太早学这个东西 所谓基本功啊 我不太主张太早 十岁 十一岁 十二岁 如果你的儿子 真的有艺术天分 他二十岁才开始做这个事 都根本不迟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童年出天才 我刚才也否定了 会话天才这个现象 因为所谓的写实 所谓的数码 所谓的基本功 如果没有一定的抽象能力的话 是很难学的 谢谢 你觉得刚才杨老师说 可能在十岁 十一岁 对有一些孩子来说 如果他有这种潜质的话 是可以慢慢 对 可以判断 对 这个要进行个别 这个个别判断 大概八九不理事 现在因为 环节好了 营养好了 孩子成长顺利 那么他的智力发育 会提早一点 这个美 不至于像皮哈街 在五十岁 得出的结论到十二岁 才出现一样 这个很重要 这个和孩子的主动性 也很有关系 有的孩子自己想学 对 有的孩子根本很 概念他可能 连两个小时 都不太做得住 然后他去学 其实基本基本 就会很复杂 对 所以刚才说做得住 这个东西很重要 其实对很多小孩 特别两岁 四五岁 有时候不是学校话 是学习做得住 我以前有个小孩三岁 跑到我那里 花了 花了花了 十几分钟就开始 动荡不安了 我说干嘛 他说好烦啊 好累啊 我说哪里出去跑步去 他说可以吗 当然可以的 出去跑跑跑跑 跑的话很累啊 我说跑过了 跑过了 现在可以坐下来 好安静十分钟 一到十分钟 他又觉得不行了 我说再终于跑去 就让小孩过来 整天跑到我再来 我就跟他家长说 孩子不是来学校话 学什么 学专心 大家知道 一个人专心 甚至比学画画 重要的多 对 画画只是一个方式 就是从刚开始来的时候 非常的不专心 甚至还钻到桌子底下 要去逃避 画画课 然后到现在 就是非常专心 每次画画课 他都早早的等在 因为现在是线上 连线上的课都很专心 一早在那等老师 就会喜欢 所以这个整个 是一个态度的转变 我觉得比他学到的技法 对 更远 对 那他将来做任何别的事情 他从画画这一件事情上 他就知道 他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待他喜欢的事情 对 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对 好 那边杨老师还有两个问题 我还有这么多问题 杨老师 你看看 杨老师 很感谢您的讲座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平时除了给予孩子画的真好 画的真相之类的赞扬之外 如何鼓励孩子继续坚持绘画 对绘画有持之以恒的兴趣 家长要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那是怎么样去鼓励到孩子 只要孩子有兴趣 你就不用不受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孩子兴趣没有了 或者消失了 或者下降了 你要找原因 一定有别的原因 另外一个 我还是比较接受北美的教育观念 就是多鼓励 多说好话 中国的家长们有几个特点 我说的关对不对 不对 你们眼里批评一样 第一个 我们很喜欢比较 几个家长在一起 孩子在一起 最后说 他的孩子你要选得多好 喜欢损 内心也希望孩子能不能够 哈佛读耶鲁 读多嘛 就是说 我觉得鼓励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 孩子越大 特别是少年时代 孩子很脆弱 很多家长不自觉 因为我们习惯了 其实我们常常在 非常无意的在杀害孩子 孩子很记仇的 你放心 孩子有两个能力 我们要仔细 仔细要了解的 第一个 孩子是很记仇的 你们回想 你们自己的成长 我们会对童年的创伤 记忆游生 年龄越大越愤怒 这是孩子很记仇的 第二个 孩子对付父母 是一牛天才 他就会对付父母 你想通过这个事情 你想通过这个事情 以后就说 如果孩子 兴趣下降 那得叫 非常耐心的 要看看什么原因 一定有些别的原因 OK 好 谢谢 那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杨老师怎么样培养 或是提高孩子 对色彩的应用 然后加上了好几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问的 然后请问杨老师 怎么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 平时带孩子多看画展 是不是有帮助 除了温哥华美术馆 还有其他地方推荐吗 我先推荐一个 就是这边龙老师 也是我们这边的艺术老师 他开的这个 在温哥华这个命街上面的 非常棒的一个 艺术展览机构 叫沙电 沙电咸水府 沙电咸水府 是一个 一个广东话的沙电 广东话过来的一个普通话 那边经常会举办一些 很棒的艺术展览 色彩教育 当然也跟年龄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早年 主要还是鼓励孩子 多用不同的颜色 哪怕颜色用的不对都好 不要用单色 当然用的颜色用的很多的时候 用的越多你就越鼓励他 一样的话我用五个颜色 但是这个孩子用了十个颜色 肯定十个颜色好 你不要讨论这个十个颜色 对还是五个颜色不对 当然了这个到了某个程度 也是到了这个 可以学习某种 所谓的前面所说的书画 或者基本功的时候 会可以给他一些色彩的引导 色彩的引导 会有一些更明确的色彩引导 这是往后的事 因为色彩每一个人都有天生的色彩能力 第二个修养问题 对我来讲很简单 多挂博物馆 我在北美 在欧洲任何地方 第一件事挂博物馆 多看画 在博物馆 博物馆的气氛就是让你 信向网子 在家里面 就有可能尴尬画车 或者图书馆 我希望大家多去图书馆 很多画车 我这国画图书馆很熟悉 因为我就是一个图书馆 现在是网上迷了 因为现在都信心网络化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 就是多看艺术原作 多看艺术作品 假设没用的看作品 然后他们如果说 到了某个年龄 他们愿意跟你去博物馆 这是一个成功 从小就应该去看博物馆 看画展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结束了 超过了 对对对 那您谢谢 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讲座 来和大家见面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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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 谢谢 好谢谢 好